今次分享的是蕃茄蛋牛肉 這道菜是比較開胃的家常菜 看看材料 這道菜我從小吃到大 我家裏不會只做蕃茄蛋或蕃茄牛肉 通常是三樣東西一起做 有蕃茄、有蛋、有牛肉 我家裏喜歡用麵字牛肉 現在先分享蕃茄的剝皮方法 首先在蕃茄底下切十字 然後煮滾煮碎 把蕃茄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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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進去 然後關火浸泡兩分鐘 兩分鐘之後 看它的皮會脫離了 然後就很容易剝的 大家可以看到 好像剝椒皮一樣容易剝的 其實我以前阿嬤做 沒有剝蕃茄皮的 我自己就不喜歡吃蕃茄皮 所以就剝掉它 其實不剝都可以 對味道不是太大影響 你不介意吃到蕃茄皮 可以不剝的 那些蕃茄剝掉皮之後 就切走它的頂 然後就把它切成小粒 我自己會喜歡把蕃茄一開二線 然後再慢慢把它切成小粒 或者用你自己順手的方法 沒什麼所謂的 總之結果切到小粒就可以了 切到大小就這樣 一粒粒這樣 然後就把一粒蒜頭和一粒乾蔥切碎 每樣用一粒就夠了 雖然我自己很喜歡吃料頭的 但是這次的菜式以蕃茄的味道為主 所以不要搶了蕃茄味 每樣一粒吊起的香味就夠了 然後就醃一些面致牛肉 用四粒就夠了 四粒煮出來 加上蕃茄蛋都很大碟 那些份量就看回畫面 先用一些生抽或者蒸魚豉油 糖 麻油 潔汁 胡椒粉 紹興酒 生粉 拌勻 拌勻之後再加一點油 還有一點水 醃牛肉加一點水 是會好一點的 因為牛肉是比較吸水的 給少許水和油在面致牛肉 它出來就會更滑 拌勻之後就醃去最少十分鐘 另外打三隻雞蛋 然後加一點胡椒粉和鹽 給底味 然後就拌勻 鹽很多時候令食材的味道更出色 最後攪拌生粉水 就打蕃茄 因為這個菜式我不喜歡太稀 當然太稀也不好吃 我覺得加三匙的三份 加三湯匙的水拌勻 那份量就適合我的了 其實那個稀稠度 你自己後來打蕃自己控制 你不喜歡這麼稀的 就不要全部放進去 好了 今次都是方便的 用易潔鑊搞定了 那記得易潔鑊也是那句 先下油 然後用中大火燒熱 下油才開火 易潔鑊就耐火一點了 這鍋夠熱就加蛋液下去了 這樣就推炒 大約攪到七成熟 就可以拿起 就是這樣拿起就備用 千萬不要炒熟 因為最後還會加進醬汁裡煮 但又不要太散 太散呢 你加進醬汁裡煮 它就會攪到醬汁好像很髒 七成熟就剛剛好 然後再加一點油 大約等十秒 然後就可以加入醬汁裡煮 炒到九成熟就可以拿起了 又是不要炒到全熟 因為最後還是要加進醬汁裡煮一煮 炒到九成熟就差不多了 九成熟就拿起了 然後不用洗鑊 直接加一點油 等它醬汁之後就可以炒番茄了 底部如果有少少殘渣 就像我一樣 用鍋鏟輕輕地清掉它們就完成了 剛才關火來的 所以這次大約等三十秒才會熱 夠熱呢 現在就放些番茄下去炒 在這裡分享一個番茄的小知識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用番茄煮的東西 煮湯也好 煮汁也好 是會有一股鮮甜味 最大原因是因為番茄 裡面有一種叫谷鞍酸鹽的東西 谷鞍酸鹽是美蒸的一種 沒錯,番茄是天生有美蒸的 不止番茄天生有美蒸 還有些食物都有 例如芝士也是 然後就說回碟粽 番茄炒到差不多了 就可以加入乾蔥、蒜頭炒香 不要太早加,會焦的 然後就加入調味 這些酸酸的番茄 我會用重鹽、重糖去調味 用了一匙的鹽和三匙的糖 煮中式食物的時候 我遇到這些大酸的食材 我會用重鹽、重糖去平衡味 煮西餐零計 煮西餐的番茄未必會加入糖 然後加水 我加400ml 大約是1.5個水杯的份量 然後就可以蓋蓋 調味到中大火 煮去5分鐘 然後轉小火煮去15分鐘 總共20分鐘 可能有人有疑惑 這些番茄這麼新鮮 煮去20分鐘? 什麼都破壞了 分享多一個番茄的小知識給大家 番茄裡面的茄紅素 是越煮就越容易被人家吸收 煮久一點 茄紅素會再出一點 茄紅素有什麼好處? 只是說去抗氧化 抗衰老已經是一個極大的好處 女士們,多吃點煮過的番茄吧 煮了20分鐘後 這個真的用鮮茄做出來的茄汁已經做好了 現在可以試一試味 你可以調味到自己的口味為止 再加上牛肉和雞蛋 轉成中火 加了牛肉和雞蛋後 煮多一分鐘 基本上就完成了 很開胃又簡單的一道菜 老少咸宜的菜 熱天食真是一流 開胃 但其實對我來說 四季都很適合吃 這些家常菜 最後打蜆 煮稠 醬汁要稠稠 這三樣東西才是融為一體 否則三樣東西很分開 你吃下去的感覺 但又不要太稠 太稠又很難吃 但這個稠度 其實做到你自己喜歡的程度就可以了 總之不要太稀 還有打蜆的心得是 落那隻手慢 攪那隻手就快了 搞定了,就上碟了 這個就是我喜歡的稠稠程度 它又不會太稠 你會見到它會 吃下去 但又不會太稠 這樣吃下去的 蕃茄蛋牛肉 就很融環一體 那幾樣東西 如果太稠 醬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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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最後一個重點要跟大家說的 就是 煮多點白飯 醬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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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